1949年中国的开国大典上 没有用国际通行21响礼炮 而名放了28响 苏联人说 中国历史上的汉光武皇帝 平定天下有功臣28人 中国自古有28星宿之说 毛泽东的天下也有28位功臣 美国人认为 汉字共就暗藏20与8 也就是28的和谐 日本人认为 一经后天八卦途中 前在西北为吉门 其代码为二 更在东北方为生门 代码为八 因此 28响礼炮并非自然数 而是一经二八两个代码的组合 尼克森来访中国 都向周温来主动请教 毛泽东三字的繁写体为28化 他的笔名就是28化生 尼克森因此认为 28就是毛泽东 中文字幕志愿者会计判不出售 尽管 中文字幕志愿者会计判不出售